我就高远 尽管我得了重病不能动 但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以及两个很要好的兄弟 他们是徐浩和张正阳 虽然他们两个看起来有点很不聪明的样子 但是却非常够义气 最近他们总是会问我有什么愿望 我有点没太搞懂他们的意思 都说只子莫若妇 这天我本来是在看对面的小姐姐 但是好像爸爸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开始拼命的锻炼 原来他是以为我要运动 结果带我去参加跑步 还把自己跑进了医院 不过这都是其次 因为我现在还架在水沟里 有人能过来救我一下吗 当我被救回来的时候 我的两个兄弟想起了 以前我们想去海边的愿望 于是带我来到了海边 决定帮我圆梦 但是我这两个兄弟什么都好 就是脑子不太聪明 这很美 要不我们捡捡 你们两个能尊重我一下吗 我好歹是个病人呢 才能得到病人应有的待遇吗 我太难了 为什么会说他们两个是我最好的兄弟呢 当得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 我是头一次看到他们这么认真 此刻我是真的被感动了 只是无奈我这两兄弟就如面前说的那样 不太聪明 这难道不是凭实力挨打吗 当我觉得他们会放弃的时候 不 他们没有放弃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 说什么都会帮我实现的 这不张正阳既然可以为了我去第三下戏的找他姐姐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又爱了顿打 但是这一刻是他们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友情 姐 你会做抱歉吗 关于我的这一个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 我很感谢身边有他们 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但是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有他们能够陪我 我的家人 我的兄弟 小小的愿望 却有大大的感情